大家好 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 传递正能量 游州有一个赵远外 此人家中世代以做丝绸生意为生 传到了赵远外 这一代已经成为了当地最大的丝绸商 赵远外年过六旬 西夏只有一个养子 名叫赵浩 十年十五岁 赵浩是赵远外 年轻的时候 外出经商 遇到的孤儿 当时正值灾荒之年 赵浩的亲生父母已经被饿死了 当时赵浩只有三岁 也是被饿得皮包骨头 赵远外看着赵浩如此可怜 于是便把他回了家中抚养 与赵远外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子 所以他把赵浩当作亲生儿子 一般疼爱 不光教他读书写字 而且还将他如何做生意 赵浩非常聪明 又勤劳踏实 深受远外的喜爱 就在赵浩十五岁那年 多年未曾怀孕的夫人李氏 突然之间怀上了孩子 这可把全家上下都给高兴坏了 赵远外更是每日哼着小曲 期盼着孩子的到来 就这样 在全府上下的精心照料之下 十个月之后 夫人李氏为赵远外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胖小子 赵远外给这儿子起名叫赵伟 并且在赵伟满月的时候 请了城中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 前来参加儿子的满月宴 在这一段时间内 赵远外虽然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儿子赵伟的身上 但是他也会抽出时间来询问赵昊的近况 赵远外明白 自古以来 亲生兄弟为家产自相残杀的数不胜数 赵昊只是自己的养子 虽然自己十分喜欢这个孩子 但是如果赵昊心中怀有嫉妒 那么 他会毫不留情地把赵昊赶出府去 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己养了这么多年 却养了一个白眼狼出来 可是令赵远外感到欣慰的是 赵昊并没有因为弟弟赵伟的出生而觉得气愤 反而对赵伟疼爱有加 只要一有时间就来李氏的房中看望弟弟赵伟 不光如此 每次来的时候还会给赵伟带一些小玩具 看着这兄弟二人如此地和睦相处 赵远外也放下了心来 慢慢地赵伟长到了十多岁 而此时赵远外已经是垂垂老影 就连哥哥赵昊也在七年之前娶妻生子了 这一日赵远外看着赵伟口中喃喃地说道 赵昊十多岁的时候已经开始跟着我做生意 我看赵伟也老大不小了 不能每日只读书也该跟着我一起学习做生意了 就这样赵远外开始手把手地教赵伟做生意 值得一提的是赵伟虽然读书不如哥哥赵昊 但是做生意确实非常的有天赋 这使得赵远外非常欣慰 毕竟自己家世世代代都是以做生意没生的 儿子有做生意的天赋 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在赵伟十四岁那年 赵远外的身体已经极其不容乐观了 这一日他把赵昊和赵伟叫到跟前 对他们说道 我这身子恐怕是撑不了几天了 我这一走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们兄弟二人了 一个兄弟二人一定要有好和睦 千万不可以离心离德 只要看着你们兄弟二人好 我就是在九泉之下也会安心了 赵昊听到赵远外这么说 握住了赵远外的手 对他保证说道 请放心吧 不管什么时候 赵伟都是我的弟弟 我比他大十五岁 今后绝对不会让他受任何委屈的 赵远外听到赵昊的保证之后 欣慰地笑了笑 然后转头又对赵伟说道 我去世以后你要多听你哥哥的话 不许再调皮捣蛋了 知道了吗 赵远含泪点了点头 对赵远外说道 爹 您就放心吧 我现在也会做生意了 将来会帮着哥哥一起打理丝绸铺 绝对不会给咱们赵家丢脸的 就这样赵远外在三天之后因病离世了 在赵昊的张罗之下 赵远外被妥善地安葬了 可以提的是 自从赵远外去世之后 赵昊果然履行了自己当初的诺言 对赵远关怀备至 赵远也对哥哥赵昊尊敬有加 当地的人们大多都知道 赵昊的真实身世 都感慨说道 自古以来 亲生兄弟也很难有相处的如此融洽的 这赵老爷真是好福气 正所谓家和万事兴 赵家俩兄弟如此和睦 也算是家中的福气了 这一年 当地不知为何闹起了采花贼 很多的黄花大闺女都被采花贼给玷污了 一时之间 众人人心惶惶 晚上的时候 大家都把门窗牢牢地观言是 生怕有人进来 可是即使如此防范 还是有很多的女子 陆陆续续被采花贼玷污 这一日 赵昊从丝绸铺内出来 正朝着家的方向赶去 快到自己家屋门口的时候 赵昊突然听到妻子的屋子中 有声音传来 赵昊觉得心生好奇 于是就捅破窗户纸 向里面查看 可是不看不要紧 一看令赵昊气愤不已 只见一个陌生男子和自己的妻子在屋中撕扯着 赵昊下意识地觉得 这男子一定是采花贼 于是当即把门给撞开 这男子看到赵昊之后 面露惶恐之色 妻子健壮 赶紧躲到了赵昊的身后 谁的赵昊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不管不顾地朝着那采花贼扑了过去 要知道 这采花贼轻功了得 身手也是很不错的 他丝毫不惧怕赵昊的攻击 一个闪身就躲过了 可是赵昊一击未重 反而抄起了屋子里的凳子 朝着采花贼砸了过去 这可把采花贼给惹怒了 直接他掏出了随身鞋带的短刀 直直地朝着赵昊刺了过来 赵昊躲闪不及 被刺中了胸口 采花贼见状 赶紧翻墙逃跑了 再说赵昊 之前他在房中休息 可是哥哥房间中的打斗声 引起了他的注意 于是他赶紧朝着哥哥赵昊的房中 跑了过去 能跑到哥哥赵昊的房间之后 他发现 哥哥已经身受重伤 他赶紧吩咐府中的下人去请大夫 其中管家对赵昊说道 二少爷在您来之前 我们已经赶到了 已经有下人去请大夫了 可是那采花贼武功甚高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翻墙出了府 却无能为力 还请二少爷责罚 此时的赵昊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跑过去抱住哥哥赵昊 声泪俱下地说道 哥 你可千万不要有事呀 我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如果你还有事的话 那我该怎么办呀 赵昊此时虚弱地睁开了眼睛 对赵伟说道 当年父亲把我从外面带回来 给了我太多的关怀 我其实非常感谢父亲 所以也把你当作我的亲生弟弟 一般看待 如今我也要跟着父亲走了 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还有你嫂子 她是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子 我死之后你就让她改嫁吧 你嫂子还很年轻 千万不要耽误她的终身幸福 赵伟一边哭 一边点头答应着赵昊 赵昊看着弟弟这个样子 虚弱地抬起了手 拍了拍她的肩膀 嘴中想要说些什么 但是最终垂下了手臂 闭上了双眼 哥哥去世之后的第三天 赵伟还在忙活着哥哥的丧事 突然听到吓人 急急忙忙地从外面走了进来 对赵伟说道 二少爷 大事不好了 大少奶奶她上吊自荐了 赵伟一听到这个消息 放下了手头上的事情 赶紧跑去了嫂嫂的房间 可是没想到她看到的 却是嫂嫂的尸体 赵伟见此情景之后 突然觉得脑子一片空白 她无法想象 自己怎么会在三天之内 连续失去了两个亲人 可是俗话说得好 人死不能复生 赵伟想着 哥哥和嫂嫂感情深厚 哥哥突然去世 嫂嫂肯定是接受不了这个打击 所以这才和哥哥一起去了 就这样 赵伟忍着悲痛 把哥哥和嫂嫂都给妥善地安葬了 而就在这年秋天的时候 朝廷突然发生了动乱 这使得幽州城人心惶惶 许多人都去外面逃难去了 赵伟思虑再三之后 把自家的丝绸铺给关门了 然后把家中值钱的东西 全都折成了线钱 便于携带 然后离开了幽州城 打算去其他的地方逃难 他走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 抵达了一个名叫明州镇的地方 此地距离京城很是遥远 百姓们根本没有遭受到战乱之苦 仍然过着平常的生活 赵伟看着这个地方 景色宜人 百姓人淳朴善良 于是便在当地买了一个小宅子 暂时安顿了下来 这一日 赵伟闲着没事干 于是打算去郊外散散心 还别说 当地全山缓绕 空气特别清新 赵伟闲逛了一会儿之后 看着太阳也快要下山了 于是朝着山下走去 突然之间 他看到路边有一群人 围着一个年轻的书生打 赵伟觉得这样下去 会把人给打死的 于是便走上前去 开始制止他们 由于赵伟长的人高马大 五大三粗的 以前父亲在世的时候 还请老师教过他一些拳脚功夫 所以 赵伟走上前去 这几个男子先是一愣 然后不屑地对赵伟说道 哟 又来一个多管闲事的 我看你是活腻了吧 话音未落 赵伟突然走上前去 冲着这男子就是一个大嘴巴 这男子刚想反抗 赵伟就伸手敏捷地冲过去 把这男子撂倒在地 这些人只是当地的无赖而已 平日里欺软趴硬惯了 看着这次遇上了硬查 于是大气也不敢出 扶着这倒地的男子落荒而逃了 看着这些无赖离去的背影 赵伟转身扶起了这受伤的男子 对他说道 你是什么人呀 怎么招惹上这群无赖了呢 只见这书生打扮的男子 拍了拍身上的土 文质彬彬地对赵伟说道 我是镇上刘元外家的儿子刘思雨 平日里喜欢读书 性格内敛 这些无赖 每次见到我都要让我拿出银子来 要不然的话 就对我全打脚踢 今日碰巧遇到了他们 可是我带的银子又不多 他们就开始打我 赵伟听了刘思雨的话之后 开始上下打量起了他 他发现 刘思雨虽然是个男子 但是身材偏瘦 看上去有一种弱不禁风的感觉 不光如此 确实如他所说 他的性格过于内敛 这或许也是这些无赖 欺负他的原因吧 此时 赵伟雨重心肠地对刘思雨说道 俗话说得好 人善被人亲 马善被人齐 你若是总是这么软弱的话 他们还会欺负你的 你的父亲不是刘远外吗 你让你的父亲派几个家丁保护你 这样不就行了吗 或者把这几个无赖给送交官府 刘思雨听了以后 诺诺地对赵伟说道 你说得道也在理 之前我父亲就把这几个无赖 给送交官府了 可是他们出来以后 对我变本加厉地欺负 后来我也不敢告诉我的父亲 我父亲以为我现在不会受欺负了 所以也没有派家丁保护我 赵伟听到刘思雨这么说 对刘思雨说道 我家就住在城北 我叫赵伟 你如果以后再受欺负的话 就可以来找我 我帮你报仇 就这样 二人寒暄了几句之后 就各自回家了 半年之后 赵伟一个人在集市上闲逛 突然看到一个 长得如花似玉的女子 头上插着一个草标 而且旁边的牌子上 写着四个大字 卖身脏腹 赵伟看着这女子身是可怜 于是蹲下身子对着女子说道 按照你的父亲要多少钱 我给你吧 女子说出了一个数字之后 赵伟想都没想 就从自己的钱袋里掏出了银子 递给了女子说道 你把这些银子拿着吧 早日将你的父亲安葬 这些银子只多不少 剩下的钱也足够你短时间内的日常开销了 女子接过钱之后 对着赵伟磕了一个头 然后对赵伟说道 小女子谢过恩人的恩德 从今以后我就是恩公的人 不管为奴为弊 小女子都毫无怨言 赵伟听了以后 摆了摆手 对女子说道 我帮助你 只是出于好心 并没有想着要回报 你赶快去把你的父亲 妥事安葬了吧 天色不早了 我也该回家了 可是正当赵伟打算离开的时候 这女子突然站起身来 拉住赵伟的衣袖说道 公子 我从小没了母亲 是父亲含辛茹苦地 把我拉扯长大的 如今 父亲也已经去世了 我实在是没有别的亲人了 如果公子不收留我的话 我将无路可去 赵伟看着女子如此可怜 于是便对她说道 爱 这样吧 你先去安葬你的父亲 等所有的事情办完之后 你来城北的赵府找我 说完之后 头也不悔地离开了此地 三天之后 赵伟在家中休息 突然 一个女子来到家中 赵伟定睛一看 原来这就是当时那个 卖身脏妇的女子 经过交谈得知 这女子的名字叫周月娥 今年17岁 就这样 赵伟给周月娥 安排了一间房间之后 便对周月娥说道 我家中有两个下人 不过都不是很擅长做饭 你会做饭吗 周月娥听了以后 呵呵笑着说道 食不相瞒 我会做饭 我爹在世的时候 经常夸我做饭做得好吃 不样于酒楼里的厨子 赵伟一听周月娥这么说 当即满意地点了点头 对周月娥说道 那你以后就负责我们的饭食吧 咱们家只有我和两个下人 人口不多 你每天只需要准备 四个人的饭菜就行了 就这样 周月娥留在了赵伟的家中 一待就是大半年 在这大半年之内 赵伟觉得周月娥温柔贤惠 人长得也是极其地漂亮 这样的女子 就算是做自己的妻子 也是不错的 而周月娥也对赵伟十分有好感 由于二人的父母都已经离世了 所以有一天 赵伟在饭桌之上 直接了当地对周月娥说道 月娥呀 你来我们家中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 你就没有考虑过你的终身大事吗 你现在也已经十七岁了 是时候该嫁人了 你看我怎么样呢 如果让你嫁给我 你愿不愿意 周月娥听了以后 脸顿时红到了耳朵根 她对赵伟说道 公子很好 可惜我只是一介孤女 实在是配不上公子 赵伟看着周月娥的言行举止 知道她这是害羞了 于是哈哈笑着说道 什么配得上 配不上的 现在我也把话说明了 我喜欢你 你愿意嫁给我吗 周月娥听了以后低下了头 两只手紧张地拽着一脚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两久之后 周月娥抬起了头 对赵伟说道 我愿意嫁给你 就这样 在年底的时候 赵伟和周月娥成亲了 自从二人成亲之后 赵伟觉得自己 不应该每天无所事事 于是她重操就业 在当地开了一家小型的丝绸铺 每天用心地打理着生意 还别说 丝绸铺的生意相当红火 赵伟每天都忙得脚不粘定 每次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深夜了 周月娥曾经不止一次地 抱怨赵伟没有时间陪她 赵伟每次听到周月娥的抱怨之后 都会很敷衍地安慰几句 然后依旧忙着自己的生意 周月娥刚开始对赵伟的态度 觉得有些生气 到后面的时候 周月娥也不再催促赵伟早些回家 对赵伟的态度也慢慢地冷淡了起来 这一日 赵伟在丝绸铺中忙完之后 已经深夜了 她带着府中的两个下人赶回了家中 可刚刚抵达妻子的房间之时 她就闻到了一股奇异的香味 赵伟顿时警觉了起来 因为这香味 她曾经在哥哥遇害之时的房间之中闻到过 这分明就是当日的采花贼身上的气味 一想到这 赵伟觉得 这采花贼武功高强 现在如果贸然行动的话 恐怕会打草惊蛇 于是她对两个下人说道 没你们的事了 你们就回房休息去吧 两个下人领命离去 周围慢慢地靠近房间 用手指捅破窗户指 可是她看到了令她极其气愤的一幕 采花贼跟自己的妻子周月娥举止暧昧 而妻子周月娥丝毫没有反抗 反而对着采花贼头怀送抱 赵伟本来打算冲进去 和这采花贼拼命 可是突然想到 这采花贼身手了得 如果被她逃跑了的话 那哥哥的球永远都抱不了了 于是她悄悄地远离了这间房子 然后假装从外面刚回来的样子 故意踏中了脚步 还大声地咳嗽着 房间里的人 或许是听到外面有动静 那采花贼直接翻过房屋后面的窗户逃跑了 赵伟走进门之后 发现妻子正在整理着衣衫 心中虽然生气 但是 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上床休息去了 第二天 赵伟像往常一样走出了家门 可是她出了家门以后 并没有直接去丝绸铺 而是她对两个家丁 吩咐了几句之后 让家丁留在赵府暗中观察 看看那采花贼到底什么时候还来 只要寻找到规律 什么事都好办了 再说周月娥 看着赵伟和两个家丁都出了门 当下 在房中也是百无聊赖 天高蒙蒙黑 躲在暗处的两个家丁 就发现一个男子翻身进了赵府 过了很长时间之后 这才从周月娥的房中走了出来 然后翻墙而去 就这样 大概过了小半个月 两个家丁每日都会向赵伟汇报 他们看到的情况 赵伟听了两个家丁的汇报之后 心中也猜出彩花贼平日里的动向 于是她在街边找了好几个 会歇拳脚功夫的好手 然后谎称要带周月娥出去闲逛 让这些男子进入房间之中的暗室躲藏起来 等到晚上的时候 赵伟对周月娥说道 你先回家去吧 我店铺里边还有一些事情没忙完 今天可能会迟一些才能回来 你早点休息 不要等我了 周月娥听了以后 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 跟赵伟告别之后 就回到了家 晚上的时候 那彩花贼果然如期而至 周月娥看见那彩花贼之后 面露高兴之色 正当二人你浓我浓的时候 突然 从密室之中走出来好几个彪形大汉 他们对着彩花贼就开始攻击了起来 那彩花贼身手不凡 虽然挨了好几拳 但是还是挣扎着准备逃跑 可是说来也巧 正当这彩花贼翻过墙 以为逃过一劫的时候 突然 一个身材消瘦 书生打扮的男子大喝一声 给我上 顿时 一张大网扑了过来 这彩花贼还没反应过来呢 就像鱼儿一样被网住了 他当即拿出刀来准备割破这网 可是任凭他怎么吃力的歌 这网却丝毫没有任何破烂 此时 这书生打扮的男子对彩花贼说道 别白费力气了 这网可是用特殊材料制作的 普通的刀根本就弄不破他 而就在此时 赵伟也从角落里走了出来 他看到这彩花贼之后 对他一顿拳打脚踢 许久之后 赵伟气喘吁吁地对着彩花贼说道 正所谓多行不亦必自毙 当初你害死了我的兄长 现在居然还敢和我的妻子纠缠不休 今日你是插翅难飞了 我看到了官府 你对献太爷作何解释 说完之后 赵伟对着那书生打扮的男子拱手说道 这次还多亏了思雨兄弟的鼎力相助 赵某自当感激不尽 原来 这书生打扮的男子 就是当日赵伟帮助的刘思雨 自从发现妻子出轨之后 赵伟不光从街上找了好几个好手 而且还去找了刘思雨 希望刘思雨能够动用家中的护院 帮他抓住采花贼 刘思雨听了以后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 赵伟让刘思雨埋伏在院子外面 如果家中那几个男子只服不了采花贼的话 根据以往的套路 采花贼一定会从这里跳墙逃跑的 而此时 刘思雨带的人正好可以帮忙抓住他 就这样 这采花贼被送到了官府之中 这现太爷是一个大清官 听闻采花贼的所作所为之后 非常愤怒 最后判决这采花贼秋后问斩 再说赵伟的妻子周月娥 自从此事曝光之后 赵伟一直修书 把周月娥给修了 不过俗话说得好 一日夫妻百日恩 赵伟也深刻反思了自己的过错 如果不是自己经常忙着做生意 忽略了妻子的感受 那么 妻子也不会变成这样 所以 赵伟休妻之后 又给了周月娥一些钱财 让她得以度日 再到后来 赵伟又娶了一任妻子 这妻子性格活泼 聪明伶俐 平日里和赵伟相处融洽 还会帮着赵伟处理一些生意上的事情 深得赵伟的喜欢 二人成亲之后 没过多久 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孩子 孩子出生之后聪明伶俐 一家三口过得十分幸福而又快乐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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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